你好,欢迎你每天听本书,托为信息减防。 今天想和你们分享一下我读了斯坦福大学的创业成长课这本书后的一些思考和得到的启示。 你知道吗,对于很多创业者来说,创业好像不是什么能够被学到的技能, 大家总觉得,如果有真本事,就直接告诉我咋干就行,别整天给我念些大道理。 然而,斯坦福大学创业成长课的作者李孝来却有不同的看法。 他说,无论是创业还是成长,都不是那种学个软件或者修个图像处理软件就能一二三四五几步搞定的事情。 这本书的精髓是来自美国硅谷的风云人物们, 他们联手在2014年共同开设的一门创业课,叫做VC创业课。 你要知道,如果斯坦福大学是培养创业者的最牛学府, 那么硅谷VC孵化器就是培养投资创业者的实战魔力场。 想想就厉害,这门课集结了硅谷最成功的创业者和投资人, 他们用上千亿美金的实践经验展示了创业的智慧。 但别误会,别当成技术课程来学, 因为创业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是每个人都能学得会的。 当然,前提是你要懂得正确的套路,然后刻意练习。 这样一来,你的创业成功概率就会大大提升,迷茫的时间也会减少。 这本说的作者是得到爱给通往财富自由之路的专栏作者李孝来, 他也是一位连续创业者。 他说,自己看VC创业课的时候感触颇深。 为啥呢? 因为他看到那么多比自己年轻的创业者不仅聪明过人, 而且勤奋努力,在短短的时间里创造了一堆了不起的公司和巨额的财富。 于是,他就动敌写了这本书,结合自己的创业和投资经验, 把VC创业课的精华提炼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 今天,我们就从创建产品和打造团队这两个方面来聊聊这本书里提到的创业心得。 先聊聊创业的头等大事,创建。 有时候,咱们一看别人创业成功,就兴奋地说,肯定是搞了个超赞的点子。 然而,李孝来这本书可不同意, 他说,创业的起点远不能只是一闪而过的点子, 也不是什么所谓的灵感或创意。 相反,它应该是一场深刻的创造过程, 是对未来趋势的深思熟虑和提前洞察。 作者给了个例子, 咱们想象一下在淘宝上开店。 如果你今天想在淘宝上开一家赚大钱的店, 那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早期淘宝上有很多小卖家, 他们并没有独特品牌, 货源也未必一流。 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 他们看到了年轻人对网络购物的需求, 仅仅抓住了电商蓬勃发展的红利。 大多数人都赚得盆满钵满。 回想淘宝出上线时, 网站的界面功能简直糟糕透顶, 实名认证, 支付宝等样样都没有。 相反, 一些小商家因为在线下无法与大品牌抗衡, 在网络上却几乎没有竞争对手。 他们就像鱼儿在水中游, 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店铺装修, 图片设计, 排名优化, 以及如何提高成交率等等。 随着淘宝的迅猛发展, 这些商家也不断成长。 然后, 有一天, 当大家纷纷反应过来在淘宝上开店能赚钱时, 却发现新店的门槛和成本已经变得极高。 新商品的排名不仅很靠后, 而且由于产品缺乏交易和信用积累, 成交率也很低。 此时再想在淘宝上开店, 其实比线下也没那么容易。 对于那些紧抓电商发展趋势的商家, 这就是一种创造。 而那些错失商机, 后知后觉的商家, 对作者来说, 就是浇了落后水。 看看那些取得巨大成就的人, 你就会发现, 他们总是费尽心思研究和挖掘趋势。 他们不是靠运气, 而是通过观察、 思考和反复试验, 找到了一个能参与的趋势。 他们率先行动, 在趋势风口上迎风成长。 当然, 这一切都是倚仗对趋势的深刻洞察。 当然了, 有人成功, 就一定有人失败。 作者还列了一些, 因为没把握住趋势, 而摔得一鼻子灰的例子。 比如说, 咱们回溯一下网络内容的发展, 初期主要是文字, 然后慢慢加入了图片, 再然后才逐渐演变成了视频。 你再往视频这方向深了, 有人做了一大堆录播视频, 录播后面有人想着能不能搞点直播, 甚至在2G时代就有人动了这个心思。 问题是, 当时的网速和带宽根本支持不了这套, 3G时代到了, 又有人迫不及待地搞起直播。 可惜, 情况依然堪忧, 一直等到最近两年, 网速、 资费等技术条件渐渐成熟, 直播平台这才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瞧, 趋势把握的方向是对的, 但实际没摸准, 事情就难成。 作者说, 一个好的创建之所以有价值, 就是因为它是基于可预见和可实现的未来。 任何事情最终发生, 需要的不止一个条件, 不仅要找到趋势, 还得要兼顾时机。 综合考虑, 各方面的必备条件是否成熟。 有人听到这里会说, 未来变化那么快, 万一要是事实跟我当初想象的不一样, 那该怎么办? 其实, 这跟你努力去思考和尝试遇见未来并不冲突。 作者说, 所有伟大的公司都是基于长远打算的, 像苹果公司, 乔布斯这样深刻理解行业和精通用户的人, 也许一开始就能直接命中把心。 如果你现在还不能完全看清楚这个世界的规律, 那么也可以运用像小不快跑, 快速是错这样的方法。 不断磨练你理解商业世界的能力, 让自己变得成熟, 直到有一天可以真切清楚地看到未来。 好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创建。 创建来自于对身边真实存在的需求的深刻理解, 还有对这个世界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见, 找到你可以参与的机会, 然后兼顾时机。 在做事必备的基础条件成熟时, 先人一步, 开启你的视野。 来, 我们继续聊聊创业的另一个层面——产品。 根据我在创投领域多年的经验, 投资人在评估一个项目的潜在价值时, 通常会重点考察产品未来的可复制性和规模化潜力。 这也是判断项目未来增长速度和发展空间的重要指标。 看, 不论是5本还是共享自行车都符合这一标准。 然而, Y Combinator YCity的创始人们却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创业要从那些不能轻松规模化的事情入手。 这是不是看起来完全矛盾呢? 这曾经困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我在自己的创业过程中不断地领悟其中深刻含义。 实际上, 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 只是强调的阶段不同。 那么, 什么叫做不能规模化呢? 关键在于, 创业要解决我们身边真实存在的问题或需求, 瞄准早期的小众客户, 而不是追求大众客户。 先从小步快跑中打磨出令这些早期用户欢呼的解决方案和产品, 基于这个基础, 再考虑未来的复制和规模化。 一个经典例子是, YC孵化的企业, BOX的创始人, Aaron Lally。 2005年创办BOX公司时, 互联网还未如今日繁荣, Facebook和Snapchat等社交网络尚未崛起。 当时, 阿朗正在上大学, 曾在学校兼职管理资料, 每天的工作是打印、复制、分类整理各种资料。 传统方式存在很多数据使用和分享上的不便。 他还发现, 学校每人只有50兆的网络储存空间, 一个稍大的文档就占满了。 学期结束后, 所有文件都被系统自动清除。 这样的限制让人头痛, 你可以想象一下, 当你的手机存储不够, 无法下载视频一月时, 是不是也会感到非常苦恼。 阿朗看到的就是身边的这个需求, 于是他想, 我能不能创造一个云端数据储存空间呢? 这样我就能帮助身边的人更轻松地存储和分享文件。 这个点子后来不断发展, 逐渐演变成如今服务着超过24万家公司的数据储存巨头。 你看, 其实在工作和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烦恼, 对吧? 这些麻烦其实就是真实的客户需求, 而创业者要做的就是找到他们, 然后解决他们。 在YC孵化的另一家明星外卖跑腿公司, Dot Dash就通过他们的故事, 生动演绎了如何解决客户实际问题, 打造让他们尖叫的产品。 咱们说说, Dot Dash的创始人Stanney还是个大学生时, 他发现学校周围许多小卖部和商店, 虽然订单很多, 但他们没有时间和司机送货。 这个问题的市场需求巨大, 让他们惊讶的是, 居然没有人尝试解决, 或者说有人尝试过但失败了。 一开始, 他们并没有开发复杂的网站算法或调度系统, 他们只是在网上花了一个小时, 整理了周边餐馆的菜单放到网页上, 并提供了一个服务电话。 结果订单源源不断, 你能想象吗? Dot Dash最初的网站, 用户体验有多差, 用户得打开一个巨大的电子文档, 才能看到所有菜单和电话。 但仍然有大量用户需要他们的服务, 这说明用户的需求有多迫切, 甚至可以忍受产品的种种不足。 Stanney他们并没有认为, 一个令人尖叫的产品就一定要非常复杂。 他们只是利用身边免费或开源的支付系统, 电子文档和地理位置定位等工具, 拼凑出最早的服务系统。 每个创始人都亲自参与分发传单, 给客户送货, 充当客服等, 通过送货机会深入了解餐厅老板和客户的需求。 在早期依靠人工派遣司机的经验, 他们设计出一套适用的派遣算法, 直到后来客户订单实在太多, 才考虑扩大公司规模和开发更自动化的订单处理系统。 这家外卖公司在2016年获得了国际知名的红杉资本1.27亿美元的投资。 一个外卖跑腿公司都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真是太了不起了。 咱们看看这两个例子, 你就会发现这些成功的公司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最初的起点都是解决自身真实问题或需求。 VEC孵化器的主席Sam Ottoman曾说得好, 创业公司先有因为同行竞争而倒下的, 通常都是因为他们的产品无法解决客户问题, 自行宣告退出舞台。 书中还提到BOX公司创始人阿朗的另一个见解, 创业者的关注点不应局限于问题本身, 而是要找到客户需求的根本源头。 也就是说,得找到那些问题背后更深层次, 更本质的原因,解剖开来, 然后提供最佳,最简洁的解决方案和产品。 传闻,VC创始人们每天都把吃饭和睡觉之外的时间, 都用在不断与用户交流, 根据用户反馈改进产品上。 创始人亲力亲为, 深入了解每个业务细节和客户需求, 每个决策都经过深思熟虑, 一直到打造出令用户疯狂喜爱的产品, 这样你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仅是一时之功, 而是能在市场上胜出, 甚至超越竞争对手, 直至别人都不敢与你竞争。 当用户真正热爱你的产品时, 他们会自发地向身边的朋友推荐, 这样产品就进入了良性循环。 用户技术迅速增长, 这就是创业的第二方面, 从无法规模化的事情做起。 先解决身边真实具体的问题, 始终以用户的角度打磨商业模式和产品, 通过小不快跑, 确保你的解决方案和产品真正解决了用户的问题, 远远超越了他们的期望, 然后再考虑复制和扩张。 最后,再说说创业的第三方面, 团队。 创业公司创始人的其中一项最关键任务就是招人。 实际上,对于创业公司来说, 招人可是一门难题。 不但负不起高薪, 还急着需要人手, 好不容易看上一个人, 结果人家对公司不感兴趣。 于是,往往寄不择食, 结果吃下去之后就开始闹肚子。 面对这个貌似无解的问题, 作者建议, 对于早期的创业公司, 尽量保持小团队。 创始人要像天使投资人一样找人。 书中提到, 有许多例子证明, 小团队更可能是具备核爆炸能力的适宜规模。 人员太多, 对创业初期来说可不是好事。 工资支出增加, 人际关系也变得复杂。 特别是决策和执行效率大大降低。 书中提到了几家硅谷的明星创业公司, 无论是做共享租赁的LBNB, 即是通讯软件WhatsApp, 还是图片社交平台Instagram。 在他们的创业过程中, 一直保持着十几个人, 几十个人的非常精简小团队规模。 其中最夸张的是全球巨头LBNB公司, 创始人Brian在VC创业课分享了他们的招人经验。 他说, LBNB花了五个月的时间看了上千份简历, 面试了几百人才招来第一个员工。 他们的面试问题中有一个是, 如果你只剩一年寿命, 你会加入LBNB吗? 你看, 这选择标准够变态的。 而创始人则认为, 员工来公司, 首先要认同公司的目标和价值观。 例如, 大多数人只是把LBNB当成预定房间的平台, 而他们自己的目标是为旅行者提供全球范围的家的感觉。 这是对公司和愿景不同层面的理解。 LBNB认为, 公司招聘了员工, 而员工定义了公司。 第一位工程师就等同于公司的DNA。 如果招聘对了人, 未来就会有更多这样的人加入公司, 并且都具备和公司相同的价值观。 这才是他们最重视的东西, 也能够为所有人带来归属感。 在LBNB最初创业的时候, 情况可谓相当严峻。 因为没人看好, 他们曾经只能靠几张创始人的信用卡 勉励维持生计。 但正是这种永不言弃, 充满斗志的公司精神, 让LBNB得以活下来, 最终茁壮成为全球共享经济领域的大佬。 根据作者在创投行业的经验, 许多创业公司之所以夭折得很早, 往往是因为之前提到的无法规模化的问题, 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需求没找准, 却因为拿到投资, 只能在未验证的需求或模式上, 通过扩大团队规模, 给用户发补贴或者铺天盖地的推广, 试图拉伸产品的数据。 然而, 这种做法反而迅速加速了公司的现金流消耗, 直接导致了公司的崩溃。 如果我们能够放慢招聘速度, 提高招人的门槛, 在创业初期, 坚持保持小而敏捷的团队和可控制的成本, 或许能够给公司争取到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的时间。 或许你会说, 我想严格把关, 但事实上, 找到合适的人并不容易。 工资待遇有限, 条件相对差, 能有人愿意来就已经不错了, 如果有人来了, 再慢慢培养。 而作者提到招募优秀的人, 确实需要一些条件。 你的创意要够吸引眼球, 作为创始人, 你必须具备足够的个人魅力和实力。 还有, 最好是在风口浪尖上, 难度自然是会有的。 否则, 创业就不会成为极少数人能够成功的领域, 你同意吗? 但如果你的公司真的能够收到一些简历, 其中有一些还算不错的人选。 虽然未必能达到你所期望的牛人标准, 那么, 你也可以学着用天使投资人的眼光来看待招募。 这意味着什么呢? 或许你知道, 天使投资人通常专注于投资那些虽然还不够成熟, 但具有巨大潜力的团队。 像天使投资人一样来找人, 并不是非得招牛人不可, 而是要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招聘。 换句话说, 即使找不到牛人, 也应该多选一些具有快速成长潜力的人才。 虽然这些人今天可能看起来还年轻, 不成熟, 但你总能在他们身上发现一些只有优秀人才才会有的特质。 这对于创业团队来说, 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作者总结了一些这种人的特质供你参考。 例如, 他们具备强烈的好奇心和极强的自学能力, 追求不断让自己变得更好, 并且能够独立思考, 有自己做事的方法和思路, 能够创造新的东西。 而最重要的是, 他们非常认同创始人的价值观。 此外, 作者还提到了硅谷另外一家明星创业公司, Pentas的创始人。 他们在选人时, 最看重的一个特质叫做Low Ego, 翻译成中文叫做自尊心不强。 有人会说, 那我不成滚刀肉了吗? 哎, 你仔细听听, 别人说的那些所谓自尊心强的人, 其实不过是很在意自己的表现, 在意别人对于自己的看法。 而这些他们在意的东西, 其实可能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 换个说法, 就是按面子。 作者提到了一个有趣的测试, 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动机学科学中心的 副主任哈勒霍尔森博士 曾经写过一本叫做 《成功动机与目标》的书。 里面有个关于人的动机测试, 问了一些问题, 类似你是否很在乎, 给别人留下好印象。 或是你是否试图 比同学或同事更出色的问题问题 分为X类和Y类两种。 如果X类得分高, 这种人可能更倾向于关注表现, 而Y类问题得分高, 这种人更倾向于关注进步。 哈勒霍尔森博士说, 你得听我细细给你讲讲, 为啥不同的关注点 能狠狠地撩动一个人的一生。 看, 如果有个人总是特别在乎自己的表现, 那他要往前走的可能性可就小了。 因为他老是过度关注自己的表现, 只要有可能做不好的事, 他宁愿就干脆别做, 说白了, 就是害怕冒险。 对于这种人来说, 上升的通道就被一刀切断了。 而那些把注意力 集中在进步上的家伙, 他们更愿意改变, 最后也更容易踏上成功之路。 这帮人通常能享有更大的成长空间, 还有一身良好的学习习惯。 嘿, 创始人哥们啊, 你可得留心了, 因为一个人到底是在意表现, 还是在意进步, 这基本上是养成的习惯问题, 除非他自己主动调整, 否则别指望别人能通过引导或者教育 来把它改变了。 作者说, 他在新东方当老师的时候可是费尽心思, 用尽了各种招数来助学生更关注进步。 但实际上, 最终真正肯动一下的人可是少之又少。 而对于一家创业公司来说, 你可没时间做等一个人慢慢变, 得在最初确保你招的都是一流祸色, 这可是创业的大招之一, 团队。 在验证无法规模化的事情之前, 尽量保持小而精的团队规模, 就像个天使投资人一样, 去捕捉那些最顶尖的人才。 就算暂时招不到头牌, 也别忘了选择那些注重进步的潜力股, 这正是斯坦福大学创业成长课 这本书的精髓所在。 作者在BC创业课的基础上, 我们提炼了创业的三个关键要素, 产品、团队、智慧。 这并非仅仅是简单的操作技能, 而是成功创业者总结的深刻思考方式。 如果你想在创业道路上事半功倍, 增加成功的机会, 那就不妨多学习一下这些建议。 首先,别只为了点子而创业, 先找到创意再创业。 创意应该来源于对身边需求的深刻理解 和对未来趋势的敏锐洞察。 在确保城市有成熟的基础条件的情况下, 选择适时启动创业。 其次,从解决小众但实际需求的事情开始。 创业要始于解决真实客户需求或问题。 聚焦早期小众客户把产品打磨到极致, 确认产品和商业模式的闭环后, 再考虑逐步复制和扩张。 最后,只招募最出色的人才。 创始人需要像天使投资人一样去寻找人才, 特别是在创业初期, 要保持小团队规模, 只招募最优秀的人。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人和招募人, 关注那些关心进步的高潜力年轻人。 作为一位创业者, 我在过去的创业历程中犯下了一些幼稚和低级的错误。 回首往事, 如果当初更加敬畏地花时间理解前人的智慧, 或许就不会在一些不明智的决定和行动上浪费那么多宝贵的时间。 因此, 我希望通过分享这本书将这些宝贵的经验传递给更多创业者。 当你深刻理解从零到一的创业发展规律时, 你也将更有把握走向更大的成功。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关于这本书, 我摘录几句本书的金句, 希望对您有所启发。 1. 创建不是心血来潮, 更不是因为穷而到处找机会, 它应该是在把握身边存在的真实需求基础上, 一种对未来趋势的思考和预见。 2. 任何事情最终发生, 需要不止一个条件, 不仅要找到趋势, 还要兼顾时机, 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充分地要条件是否成熟。 3. 创业要从无法规模化的事情做起, 始终以客户视角来打磨商业模式和产品, 小不快跑, 确保解决方案和产品真的解决了用户的问题, 并且远远超越他们的期望, 再复制扩张。 4. 在无法规模化的事情验证之前, 尽可能保持小团队规模, 有足够多的例子证明, 人数少的小团队更可能是具备核爆炸能力的适宜规模。 5. 像天使投资人一样去找人, 不一定是非牛人不招, 还可以选择那些关注进步的高潜力优秀人才。 好啦, 感谢您又听完了一本书, 我们下次见。